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个字松葛 在去年年底时 我开了一间物理治疗所 忙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最近物理治疗所这边比较稳定了 有另外三个资历比我丰富 又非常信任的物理治疗师来帮忙 再加上我把线上课程也做出来之后呢 我就又可以比较专心的做YouTube了 那当初开设物理治疗所 除了是自己人生本来就设立好的目标之外呢 也同时是因为 我做了知识型的YouTuber一段时间后 我想要向所有之一的我的人证明说 我不只是会在网络上瞎讲而已 这些物理治疗的理论是真的可以拿来改善大家的生活 甚至是治疗好病人的 所以才造就了这个物理治疗所 那我想说我开业已经差不多快满一年了 一切都还算蛮顺利的 也该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物理治疗师分了那么多的种类 那么多的派别 跟物理治疗所这么冷门又奇怪的单位 到底是在干嘛的 物理治疗在虚应的过程中主要分成四个专科 分别是小额、神经、心肺、骨科 那物理治疗师在学校受训时 并没有被指定要往哪个专科拿学分 而是全部都要学 等到毕业之后再自己打算要往哪个专科深入发展 像我自己就是走骨科的 但是问我小额神经、心肺的内容 我也算是略懂略懂 基础理论都会有 但实际操作上我就不太行了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这四大科分别大概都在干嘛 小额专科主要就是帮小孩做复健 像是早产额、发展持有或是有罕见疾病的小朋友 帮助训练他们的动作功能 像我就曾经帮早产额训练口腔吞咽的反射 虽然是很多母性爆发物理教师喜欢走的科别 神经专科主要就是帮中枢神经专科 专科专科主要就是帮中枢神经专科损伤的人做复健 像是车瘟后大脑损伤、中风后半身瘫痪 或是脊椎骨断裂引起下半身瘫痪之类的 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个观念 中风后的瘫痪有个恢复的黄金期 是在中风后的前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尤其是那个前半年非常的重要 但是有很多人中风后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过了黄金期之后才过去勇气去接受复健 但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有点太晚了 千万不要错过黄金期啊 要是你身边有亲友发生这样的事情 千万要提醒他们不要错过黄金期啊 那心肺专科主要是帮有心脏、肺脏开刀后的患者做复健 恢复心肺功能 因为胸腔被打开过后呢 肺脏会没办法撑得像以前一样大 心肺功能会掉很多 因此需要做复健来恢复原本的心肺功能 像之前黄安到医院做心脏手术 还就会在院内接受心肺复健之后才出院 那骨骼肌肉专科又被俗称为骨科 也就是我目前专精的科别 那这也是跟一般民众比较息息相关的科别 举防常见的运动伤害、脊椎、酸痛、疾病 大部分就是由这个科别来处理的 像你要是被痛了十几年 脖子一直莫名其妙地绕疹 都是这边在弄的 那其实每个专业应该都可以再分出一些 比较细部的派别 算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同一件事情 像是我们在吃冰桶好了 有些人喜欢用甜的 有些人喜欢用腰的 那有些人会先吃饼干一样 光是吃个冰淇淋就可以分成很多派了 那其他科别食物上我并不是那么熟 所以我就单纯讨论一下骨科的派别啦 但就处理个腰痛来说好了 可以简单的分为四种主要的派别 不同派别它们处理的逻辑、手法会跟着不同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仪器治疗派 就是大家去复健科骨科诊所做的电疗乐伏牵引 其实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用 但是健保现在只给付这个项目 所以这也是最多物理治疗师在做的项目了 那第二个是骨骼关节的正位派 这些人认为腰痛是脊椎骨歪掉所造成 或是什么骨头跑掉了 所以只要把骨头把东西给正位之后 问题就会比较好了 那第三个是软组织派 这些人认为腰痛是腰部周围的肌肉发炎 压不到神经或是周边有韧带受伤 所以要透过软组织的放松来做处理 那第四个是运动治疗派 这些人认为腰痛是身体肌肉紧绷度失衡 所以要把弱的肌肉给练强 把它平衡起来之后呢 你的腰就不会痛了 所以这样四个就有四种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处理方法也会大不相同 那以我自己来说呢 我全部的说法都有做过 但几年下来后呢 我比较喜欢从软组织这边下手 但这个软组织派的方法呢 都会比较花时间 而且看起来很像在做按摩 不过变得会好 我也就没差就是了 但是不同情况下 我也会需要去做点其他派别的方法 只是我个人会觉得 软组织的方法比较万有而已 那物理治疗所在台湾真的很不普及 我相信大家在看影片的各位 根本就没有听过这种奇怪的单文 所以大家在身体穿痛时 宁愿去找国术馆、按摩馆 也比较不过去找医疗背景的物理治疗所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物理治疗所那边所做的 徒手治疗或是运动治疗 一定都是自费的 动辄要上千元 因为健保并不给付这一部分 但是大家在外面接受健保治疗的时候 只要150块 这让许多人都接受不了 医疗行为怎么可以比吃一顿大餐还贵呢? 我说是吧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台湾的物理治疗师 被成就的法规所绑着 你去找民俗疗法国术馆 只要花钱就可以走进去了 因为他们并不是医疗行为 但找物理治疗师就不一样了 你得要先去找医师 开个诊断证明之后呢 才能去找物理治疗师看病 所以这些人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今天腰痛的钥匙 临时想去找个人做处理 结果去国术馆只要走进去就好了 但是我今天去找物理治疗师的话 我就得要先去找个医师看过 排队排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开好了诊断证明书之后呢 然后才能去找物理治疗师 麻烦的钥匙不要都快断掉了 结果还没看到病 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台湾的物理治疗所 无法普及的主要原因 所以现在到我自己的物理治疗所做治疗 我都会请患者自备诊断书 要不然就提前半个小时来治疗所 然后我们就会请他去找我们合作的诊所申请 但去找合作的诊所并不是为了看他的病 而是单纯为了法律问题去申请个单子而已 所以这套法律可以说是直接断了 台湾物理治疗师大部分人的发展空间 那每年的9月8号是国际物理治疗师姐 这天除了肯德基肥爷爷有帮忙庆祝活动之外呢 基本上是个完全不会有人在意的一天 那希望有生之年呢 在台湾大家都可以普遍地认识物理治疗师 让这份专业可以造福到每个身体都不舒服的人 好啦那我是三个字Sungaz 如果你还没有加我iQ的话呢 就赶快加一下吧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